昨天做好了火刀蓝图 我们今天呢就去火山底下平地行 我打算直接去的 但是小梦说建议我们先做点工具再去 好吧那就听小梦的 先来做一把双持钻头 第一次这么奢侈啊 以前都是做太和金狗 但是小梦这个家伙比我更奢侈 他竟然让我给他做一个双持的星团钻头 可恶 看在他是房主的份上 勉为其难的给他做一个 接下来双持的斧子 双持的铲子 每种都来一个 太和金狗子先不做了 哇从来没有哪个生存能像这个生存复物 在前期就有了这么多双持的武器和工具 作星战来到火山下面 在上一层放一个火刀蓝图启动 哇好神奇啊 肉眼可见的这个岩石消失了 但是并没有火苗 因为你隔空放的话火苗是不会出来的 在地面上放 看这就出来了 我去我去 差点烧到我 啊sorry 没有看到 还自带照明呢 我感觉比水道好用多了 而且火苗它过一会就自己消失了 也不会留在地面上 地洞挖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来空岛这边挖一点石头回去 用来铺设天花板和墙面 别的材料现在用不起 小梦说的没毛病 这升级了工具以后 工作速度明显变快了 这挖岩石的速度 嘎嘎的 做成裂纹石砖铺到天花板上 用火刀把上面一层消掉 这里流了好多岩浆下来 小梦跟我一起弄吗 我我我还要铺天花板呢 太难了这活 我不想干 那就我来吧 现在心情这么多 我是一点都不怕这个岩浆 就让我在这个岩浆里面洗一次澡吧 在岩浆里面游泳还是头一遭 过了一会也全部弄好了 就是我的火箭背包差点给我报废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天花板和墙面也都铺好了 嗯 我觉得呢 还是有一点点压抑的 所以我打算再往下面削一层 把刚露出来的墙面填好 这下好了 完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